我們看這一題 乙之十係數多項式 F跟GR 它的供應式 它有次數大於什麼 0的供應式 這個不是最大供應式 反正就是說 它有供應式,它的次數大於 它不一定是最大供應式 我把這個符號代表 它有兩個多項式的供應式 它有供應式,它的次數也是大於 然後Zx 多項式是這個 那它問說 蘇寧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第一個選項 它說 Zx 等於0,恰有一個十根 那我們看 我們這個給它認識分解 這個可以 用中和數法的話可以代1 叫1加1加0-2 0次方一次,一次方二次三次 這個可以給它代1 所以是1加多少? 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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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等於0,它的判別式 是小於0 所以這個式子 你代任何數值下去 這個都是大於 這個多項式沒有十根 所以 它有一個十根 就是1 它有一個十根 這個十根就是x等於1 所以 第一個選項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Fx 等於0 必有十根 不一定 例如 Fx跟Zx 它的供應式是這個的話 那這個就沒有十根 所以 這個不一定 第三個選項 它說 如果Fx等於0 Fx等於0 Fx等於0 與呢 這個什麼呢 Gx等於0 Gx等於0 它說有共同十根的話 因為Gx的話 只有一個十根 也就是說 它如果共同十根的話 那個十根一定是等於1 則此十根必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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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 這個十根它一定是1 再來我們看 第四個選項 它說 Fx等於0 跟Gx等於0 如果有共同十根的話 則Fx等於0 Gx 它的最高供應式 唯一一次次 那不一定 它有可能 有可能 Gx 是它的音式 也說不定 那它這樣的話 最高供應式 可能就是Gx本身 所以的話 不一定是一次的 有可能是三次的 剛剛我寫這個符號 這個 就是 供應式好了 我把它改一下 不然我用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代表 他們的供應式 不是最大供應式 是供應式 他們有供應式 它的次數是大於 這個是最高供應式 最高供應式的話 它可能是一次的 它說 第四的話 它說它有共同的十根 有共同十根 一定是這個十根 那麼它的最高供應式的話 可能是一次的 Io可能是三次的 所以這不一定 第四個選項不一定 我們看第五個 第五個選項 它說Fx等於0 根基x等於0 它說沒有共同的十根 那沒有共同的十根的話 折什麼呢 Fx 跟Gx 它的什麼呢 最高供應式是二次的 這個對了 首先它說 供應式的話一定大於 所以它不能沒有 所以它的供應式的話 至少是一次的 但是的話 如果是一次的 而且剛好是這個的話 那麼它就有一個十根 那它現在沒有十根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最高供應式 剛好就是這個 這個沒有十根 所以它是二次的 也就是說 它有共同的音式 大於0的音式 而且沒有十根的話 那麼它的那個 最高供應式的話 就是這個 就S比方加2 就是加2 所以它的次數是兩次的 這個沒有錯 所以呢 第五個選項是對的 最高供應式是兩次的 這個對 所以應該選一、三跟五 不要緊 給一下 不應該 來 你 可以